舞蹈培训班的暗流涌动 怎么都不招暑假工啊 我找到了 我看还是日节的舞蹈老师 一个小时五十 不限工作经验 坐坐坐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儿兼职招买了 烦死了又白跑了一趟 程老师 你看我拿到助教证 恭喜你啊 没想到你一个月就考上了 快填一下兼职单 课时费我就给你算500块钱一个小时 真的吗 你得一定认真教课 我先去填单子了 不好意思啊 你看我这个学员刚拿到助教证 我一时高兴经 老师当助教那么挣钱 你们都听到了 其实500一节课能 在我们机构算低的 通过我们机构认证的高教呢 最多能拿到1500一节课能 1500啊 我怎么才能拿到这个证书呢 这个吧 我现在跟你们说的都是内部消息 千万别给别人说说 我跟你说 不说不说绝对不说 就刚刚那黑不拉几那女生 之前也是来找兼职的 了解了一圈之后 抱了个助教班 她很有天赋哎 一个月就拿证了 你看现在 一节课500 一天给她排了四节课 一天中2000啊 那咱们这个助教班是 啊是怎么收费的 这个证呢 因为只有我们机构认 所以它含金量很高 三个月两万 八千八百八百 有点贵啊 这年头像你俩这种大学生 想自己出来 挣点生活费的真不多 我孩子要由你俩这半点上进心 我就满足了 我确实也能看得出来 现在年轻人这想上进的心啊 那我想想吧 哎这样吧 三个月两万五 剩下三千从我这儿说 不能再跟我讨价还价了 便宜了三千多呢 还是老师帮咱逃的 可还是很贵 要万一考不上的话 你这还没学 怎么就知道自己考不上呢 抱着这种心态怎么能成立 有道理 老师我们报 这就报 这就报 三个月之后 咱们俩正能挣大钱 老师再见 那我就不送你俩了啊 路上慢点啊 哎 现在这年轻人可真天真 哎 把那个成人五大班再给我加两回 我刚演的咋样 是不特资演 咱俩这都老搭档了 赶紧收拾一下 又我还来两个兼职 征据给他 钱拿下